嘉义市有一名28岁的陈姓男子 他经营网路商店 结果却没有办理税及登记 在2022年被税务机关查到 他曾经在两个月的订单金额 高达有4000多万元 欠缴的营业税高达有219万 而这名陈姓男子 他还在嘉义市经营法郎 但就是不缴税 最后是遭到了执行署居体管收